游戏一开服我就被几百人追着看 还被迫与亡灵法师签订恶魔契约 并且加入了人人喊打的黑暗阵营 但也因此转职成了隐藏职业黑暗剑士 而这一切竟然全都是因为我太浪了 竟然成为了全服公敌 原来当别人都还在看开场动画的时候 我确实早就抢占先机进入了新手村 为了能够比别人更快升级 我赶紧找到NPC揭取了任务 却没想到被这个老头瞧不起了 竟然让我去村口杀一只最低级的史莱姆证明实力 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任务 紧接着我便找到一只史莱姆 抽出背包中唯一的新手武器小木棍 一棍子下去竟然只砍掉了史莱姆五滴血 而被激怒的史莱姆一击就干掉了我五十滴血 伤害竟然是我的十倍 这不可选 我决定还是先撤为妙 研究一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压的老子居然打不过史莱姆 刚进游戏竟然被史莱姆卡住了 其他玩家估计还在看开场动画 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想到破局之法 于是我找到一名新手村的士兵帮忙 结果这货开口就要我十个金币 连来村长前阵子说过 这段时间会有大批的冒险者来他们村子 让他们见机提高物价 我却是黑黑一笑 你看这里除了我还有谁 一个金币不能再多了 不然我就去找别人 士兵这才发现村子里到现在确实只有我一个人 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才50银币 一个金币不算亏 于是决定同意出手帮我 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建法和基础联机 事后我却是根本没钱给他 只能给他写了一个欠条 士兵还以为我想白条 我急忙解释自己也是刚到这里 确实身无分文 但是等钱一到账我马上就还钱 而士兵更是和我签下了契约 一周内要是还不上 便会遭到士兵的追杀 永无宁日 既然这样 我直接在家一惊 好说歹说终于把他说服了 把他身上的装备全部买走了 现在我的属性终于提升了一大截 于是我决定再去找史莱姆一雪前吃 也就在这时候哗啦一下 大量玩家也看完开场动画正常进入游戏 事不宜迟我得赶紧去抢占先机 这次再次对上史莱姆 不但我的攻击伤害大幅提升 就连防御也是增加了不少 很快我便通过击杀史莱姆顺利升到二级 就这样在我刷了两个小时史莱姆之后 当别人四五个人组队都打不过一只史莱姆的时候 我确实已经拎着一麻 带史莱姆核心来到了村长面前 完成了实力证明的任务 紧接着询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任务 而这个糟老头子也是坏的 竟然让我去猎杀十大魔神 期限还只有一个星期 虽然奖励很丰厚 可失败的惩罚更狠 等级减五十 光明阵营声望减十万 还要向老人提交一万金币作为罚金 这明摆着就是想坑我了 但看着老头那副瞧不起人的模样 我一咬牙一跺脚 行 这任务接了 但这个任务的失败惩罚太大 你必须先把神秘传家保给我 老头也是痛快 直接送给我一个秘诀 竟然是S级道具 第一阶静咒卷轴 但却是一次性道具 而老头之所以这么痛快 就是认准了我一个新手 不可能完成这一天的任务 那么一万金币他就能血转 而接下来我便开始疯狂杀怪练剂 但升级速度却是比我想象的困难多了 杀一只五级的灰狼都要半天 掉落的金币更是少得可怜 看来击杀魔神是不可能了 就在我打算要7号时 系统却是发来提示 由于您在游戏内签订契约为一万零二金币 如您7号的话 您要用现实货币偿还 目前市场价为六百兑换一金币 好家伙 那不就是五百九十多万 我一个刚毕业的社畜 哪里去搞这么多钱 算了 还是为所发育吧 于是我开始寻找落单的眼关 一只只解决 一只刷到晚上我才升到了七级 不过还好爆出了一个装备 紧接着我发现了一只魔化狼王 属于青铜级Buff 但为了破局 我决定不走寻常路 趁这里还没有其他玩家 富贵显中求 然而真正对上狼王 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对方一击伤害九百九十八 而我对狼王一击伤害只有八点八 这差距有点大呀 眼看狼王再次朝我发起攻击 身后竟然同时出现一只狼崽子 我二话不说抬手 便给他来了个掐脖锁喉 随后一把挡在了身前 冲过来的狼王也突然停止了攻击 我果然赌对了 他们不会同类相残 我则是趁机一顿输出 虽然伤害依旧低的可怜 但架不住我能消耗了 就这样狼王被我砍了半小时之后 终于只剩一半血量了 但就在这时狼王却是突然发生了变异 同时使用了嗜血技能 攻击加百分之十五 速度加百分之二十 但每分钟消耗百分之零点二生命值 我笑了 这也叫buff 但紧着我便笑不出来了 只见狼王再次使用技能撕裂之招 直接将我手中的灰狼秒杀 但系统却传来提示 狼王因为悲伤过度 五秒内无法行动 我去 还有这种奇葩设定吗 我急忙一阵疯狂输出 五秒之后狼王恢复行动 一爪子便让我的血条见底 既然打不过就只能跑了 面对狼王的不断追击 还好我走位风骚 全都躲了过去 看来我还是有机会耗死他了 就这样耗了五个小时之后 狼王竟然真的被我耗死了 恭喜您击杀青铜级暴魔化狼王 获得奖励 经验加两千 声望加五百 同时我的级数也达到了十几 因为我是守卫击败青铜级BOSS的玩家 因此还获得了稀有道具天佑珠 而且如果将战绩全服公告之后 还可以获到一万点声望 于是在其他玩家新手村都还没出的时候 却是全都收到了一则公告 紧接着我便收到了无数玩家添加好友的请示 我一一拒绝之后 更是直接设置成了禁止任何人叫我好友 终于清静之后 就在我准备好好查看一下 首杀BOSS会掉落什么战利品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是谁杀了我精心布置的傀儡 竟然是游戏中的高级BOSS 亡灵法师 游戏一开服我就转职成了黑暗剑士 还签订了恶魔契约 只因开局我在新手村杀了一只狼BOSS 结果却发现竟然是暗经级BOSS 亡灵法师丹尼尔的想法 正当对方想要直接将我秒杀的时候 我却是一点不慌 直接拿出新手村村长送给我的禁咒卷转 丹尼尔没想到我一个新手居然会有这种道具 如果是全盛时期 他肯定不会怕这种低阶禁咒 但现在他身受重伤还真不一定能扛得住 眼看我就要撕掉卷轴释放尽重 丹尼尔急忙开口阻拦 而我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要给我足够的装备和道具我就会离开 没想到对方直接拒绝 原因竟然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 但作为交换可以破例收我为弟子 可以教我黑暗阵营的剑术 我立马就拒绝了 一旦我选择黑暗阵营将在无退 不就和你成为一条神上的蚂蚱 况且我的战士职业可是成长星级全面三星的均衡职业 你觉得我瞧得上你那黑暗剑术 丹尼尔却是直接发誓 若是成为他的弟子必然会全力陪 而且还能转职成唯一隐藏职业黑暗剑术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既然是成长全五星甚至攻击是六星的隐藏职业 果然还是这种帅气的职业适合我 于是我果断同意 下一秒我便成功转职成黑暗剑术 同时就连技能也跟着升级成黑暗剑术的专属技能 还获得稀有装备亡灵之剑 不过就是这皮肤属实丑了点 丹尼尔表示不用担心 这是体内的邪恶气息外溢所致 等到实力足够就能控制邪恶气息恢复原样 紧接着便对我使用了隐秘之术 让我暂时恢复人形 但持续时间只有三天 同时还向我发布了转职任务 击杀一百名光明阵营的冒险者来获得黑暗阵营的认可 而且因为我已经加入黑暗阵营 便失去了生命女神的祝福 也就是说从此之后我就不能复活了 但同时也会得到上古魔神的病 具体是什么丹尼尔并没有说 只告诉我完成转职任务之后就知道了 就这样我转职成了唯一隐藏职业 获得了新技能后正好可以拿这里的野怪电链手 但是还不等我多刷几只 一帮自称群英萌的玩家突然出现 霸道地占领这个升级的区域 如果这样的话 那以后像我这些散人玩家怎么办 如果没人愿意站出来反抗 而且因为加入黑暗阵营 击杀玩家居然还能获得经验 此时这些玩家在我眼里全都是经验了 片刻功夫我便将这些人全部屠戮殆尽 转职任务也完成了17% 接下来我准备将爆出来的多余装备卖一卖 因为现在刚开服 就算是一些低级装备也非常稀有 于是众人纷纷出价想要购买 很快便有一位克金大佬出现 竟然以一件一万的天价将我的装备全包了 就这样我靠卖装备赚到了第一肚金 下线之后 我还将刚才击杀群英盟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还放话出来让群英盟的人千万不要放过我 评论区顿时炸开了锅 而这件事也很快就传到了群英盟的会长那里 气急败坏的会长立刻对我发布了通缉令 杀死我一次就可以拿五万奖金 而且次数还无上限 通缉令一出 很快便有一百多名玩家找上门来 不过对我来说这可都是活脱脱的经验值 只是片刻功夫对方便伤亡惨重 虽然说可以复活 但他们的等级也会顶 有些人已经开始慌了 剑状队长急忙安抚 今天死的兄弟都有死亡补贴 后面还有一百多个兄弟 这么多人磨也能磨死他 而且他等级那么高杀这么多人 罪恶值一定很高 一死亡装备绝对大爆 被这么一说众人再次燃起斗志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增加罪恶值 但经验条快满了倒是真的 就这样过了二十分钟后 我的血条终于见底了 但下一秒便因为升级再次满了 见到这一幕众人一阵妈卖踢 这还打个劲啊 杀玩家你升个狗屁级啊 结果下一秒队长疯狂脑补 那家伙一定是使用了稀有道具才升级的 紧接着众人再次朝我发起攻击 十五分钟后 我终于杀够了一百名玩家 虽然任务完成 但这么好的一个刷经验的机会 我又怎么会放过 结果就是群英蒙前前后后出动了两百多人 还不算死亡复活之后重新跑来的 到现在我依旧还是活蹦乱跳 很快我的血条再次见底 就在众人以为我这次没有稀有道具可用时 没想到我再次升级 血条再次满格 这次众人终于是被打怕了直接撤克 而我不仅完成任务还连升两级 而且罪恶之还是零 看来击杀不同阵营的人 压根不会增加罪恶之 但紧接着系统传来提示 零的导师正在面临绝境 极有可能死亡 请尽快支援 你大爷的 刚给我转入黑暗阵营 你就要死笑笑了 我新手村都还没出去呢 你死了我还怎么离开新手村 开局我便转职成了隐藏黑暗剑士 还拜亡灵法师不足为是 可没想到这一天都还没过去 我的导师丹尼尔却要马上被人打死 当我赶到的时候 发现杀丹尼尔的人 竟然是新手村的村长 这家伙竟然是名高级烈焰法师 而且和丹尼尔一样 除了称谓权势问号 而村长也认出了我 但此时的我浑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村长顿时打起了算盘 先杀了亡灵法师 再把这丢入魔道的小子 带去光明教廷 自己一定能获得叫停使者的赐语 与此同时我询问丹尼尔是否能赢 结果丹尼尔一脸无奈 你不来我还有赢的意思可能性 现在你来了 滚书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暗中施展传送阵 但前提是需要挡住对方至少20秒 这不明摆着让我掏出压箱底的静咒卷轴吗 我直接两手一摊 任务 没有任务和丰厚的任务奖命 我怎么帮你办事 丹尼尔此时再无语也只能照顾 眼看我拿出卷轴 村长这老头彻底发狂了 小子 你特么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是谁给你吗 你以为一张静咒卷轴就能对付得了我 心里却是暗暗后悔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给这小子了 与此同时我也不客气 直接朝他释放出低级静咒 一条巨大的火龙顿时出现 喷涌而出的火焰瞬间将村长淹没 也就在这时丹尼尔的传送法阵也布置完毕 随着法阵的亮起 我和丹尼尔也被传送了过去 紧接着所有的光明阵营玩家收到一则通告 请注意 东方区冒险者亦将寒水 背叛光明阵营转而加入邪恶的黑暗阵营 引起光明阵营高层的愤怒 击杀者可奖励稀有道具并获得唯一隐藏职业 好家伙 这丰厚的报酬 玩家还不得见我就看 与此同时因为我离开新手村 违背了与士兵凯罗定下的契约 将受到凯罗以及新手村所有原住民的追杀 而且因为帮助亡灵法师 丹尼尔对付烈焰法师 布兰迪 猎杀魔神任务视为失败 获得惩罚 光明阵营声望减十万 等级减五十 包裹内金币减一万 这下我真的是一穷二百了 于是急忙向丹尼尔索要任务奖励 而奖励的丰厚也是超出我的意料 不仅获得十万经验值 让我直接升到十四级 还获得了S级稀有技能邪恶剑塔 唯有体内拥有邪恶力量的生物方可学习的手段 一旦施展将会对敌人的尊严和肉体造成双重打击 这技能虽然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倘若非踹到敌人脸上 一个字 绝 而且丹尼尔还说这是已经失传的技能 黑暗阵营很多强者应该会非常希望能把技能传授给他们 一张一次性静咒卷轴换取失传的S级稀有技能 绝对是不亏啊 丹尼尔因为受伤需要休养两天 于是只是给了我一些疗伤要紧 便将我带到荒芜之地进行历练 同时发布磨练自身的任务 要求击杀500头魔化蜥蜴 而这些18级的魔化蜥蜴 除了生命略有不如 攻击和防御比12级的魔化狼王高了整整三倍 不过我实力也大大提升了 只要不被群殴应该没什么问题 于是我施展邪恶践踏技能 找到一只落单的蜥蜴 一脚便踩了上去 造成的压制效果让对方陷入两秒无法动弹阶段 我趁机再次发动技能狂乱斩杀 开始疯狂输出 两秒之后魔化蜥蜴恢复行动 但我凭借风骚的走位依旧将他击杀 就这样 几分钟之后 我便将这里的几只魔化蜥蜴全部赶紧 就在这时系统发来消息 正是当初买我装备的科金大佬 原来此时的我已经被各大论坛谈论 都是想着如何击杀我获得那丰厚奖励 而这位大佬的想法便是让我卖人头 大概相当于两人私下协议 我被他击杀 他去拿击杀奖励 可我已经加入黑暗阵营了 被击杀一次 好不就没了 于是我果断拒绝 但下一秒我便后悔了 对方竟然出两千万 开局我便转职隐藏黑暗剑士 并加入黑暗阵营 结果下一秒便被全服玩家追杀 甚至还有人出两千万买我人头 就算后悔了 这笔钱也足以我发家制服 走上人生巅峰了呀 如果没有黑暗剑士那夸张的成长星际 我或许真会考虑卖人头 两千万确实很多 但我想要更多 于是我果断选择了拒绝 虽然我人头不卖 但装备还是可以卖的 于是将我刚报的几件装备 卖给了这位大王 接下来我则是继续刷蜥怪 来完成转职任务 很快我便升到了15级 但这次升级却是与以往不同 我竟然迎来了进化 不仅力量得到激发 还领悟了技能死亡之力 离开战斗生命值每秒 回复0.5% 进入战斗则效果降低至0.1% 牛P 这简直就是拉着神迹啊 一分钟回复30%生命值 打不过就跑 四分钟不到 回来满血再战 接下来很快我便杀了 精一百头蜥蜴怪 而到现在为止 才爆出一件装备 这暴率也是没水了 就在我查看装备属性的时候 突然一只老六蜥蜴一吻 抽了我 年轻蜥蜴不讲武德呀 竟然搞偷袭 仔细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一只魔化蜥蜴王 二十级的青铜级暴 我上去就是一个邪恶剑塔 但效果却是很不理想 而且还被魔化蜥蜴王的 体表剧毒侵蚀 每秒损失50点生命 持续10秒 看来丹尼尔给的药 还是不能少下来 课药之后我也不再保护 就这样拼了几分钟后 蜥蜴王终于被我斩杀 而且一次性到了大量银币 同时还有两件青铜级装备 二十级的黄炎铠甲和魔炎杖 属性也是极品 可惜我不是法师 法杖只能卖掉了 没想到短短几天 十万到手 看来这款游戏未来 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 此时距离导师给的任务 完成还差一点 于是我决定 把剩下的摩西一拳都刷了 很快我便再次升级 达到了16级 而且身上的装备 也凑得差不多了 完了一天 也该下线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好友王凯发来讯息 约我出去哈啤酒入肉串 没想到见面后才知道 这小子是来给我介绍工作的 让我和他一起 到一家工作室 当职业玩家 虽然条件不错 月入过万 但是当我得知 也是玩永恒这款游戏后 我果断拒绝 甚至连网民都没告诉他 开玩笑 现在可是全服都在通缉我的人头 以防万一 短时间内 还是尽量不透露比较好 但好友还是告诉了我一个内部消息 永恒在玩家实力达到某个程度后 会进入某处迷径 虽然具体什么是开启不清楚 但应该是等级达到某个点 就会自动进来 而迷径似乎和冒险者天赋有关 于是我决定询问一下我的导师 同时领取一下 完成转职任务的简历 而这奖励也确实不索 直接让我升到17级 还获得了一个白银级的储物戒指 接着丹尼尔还为我讲解了有关天赋的信息 当玩家的实力真正意义上 达到原住民平均水准的时候 将会进入某处独特密境 在密境内玩家会有一场特别的试炼 通过试炼后 有大约60分钟的时间获取你想要的天赋 那些天赋犹如气球 颜色各异 当挑选到自己认为满意的天赋后 就可以选择离开 60分钟听起来时间很长 但实际上大多数天赋都很一般 60分钟内大概率遇到的 全是D级和C级的天赋 就连丹尼尔自己的天赋都只是C级 而光明阵营的剑神 他的天赋名为剑星 使用剑类兵器 最终伤害提升80% 而这种SS级天赋 便是整个天恒大陆最顶级的天赋 因为根本没有3S级 此时我才知道 丹尼尔给我的S级技能邪恶剑塔 是有多珍贵 足够我维护一方了 同时丹尼尔还告诉我 想要达到原著名平均水准 应该是白银级 但主要还是看实力提升情况 有些人20级便能进入天赋密集 而有些人则需要30多级 其他的 实力到了自然就会知道 紧接着丹尼尔举起法杖 伤势恢复后的他 终于要为我开启魔神的庇谷 我竟然从玩家变成了游戏宝 只因为了变强我加入了黑暗阵营 代价却是失去冒险者的复活特权 而今天我终于要获得魔神的庇谷 只见丹尼尔念动咒语 随后法杖一指 一股庞大的魔力涌入我的体内 紧接着系统变传来提示 作为背叛光明阵容的冒险者 您获得称号 剥落者 最终生命值提升百分之百 牛P 终于我也是个暴发 而且这个称号加长 意味着以后我获得所有的生命值都会加倍 我大概是明白为什么暴的生命都这么厚 玩家耍赖皮可以无限复活重生 以调集的方式换取继续练集变强的权力 那黑暗阵营这边肯定是提升被击杀的难度 以此作为平衡 虽然作为Boss还是存在一定被杀的风险 但我是属于加入黑暗阵营的冒险者 拥有冒险者的实力提升速度 同时却如Boss一样击杀难度极大 可谓两者兼备 魔神庇护的效果果然牛批 此时丹尼尔的伤势已经全了 他决定不再畏畏缩缩 打算带我直接进入黑暗阵营的领地见证事 很快我便来到一处城市的大门之急 幽暗之城 他原本是光明阵营的领地 名为天光之城 在十大魔神的带领下 他已经被划入黑暗阵营的本 但作为距离光明势力极尽的一级城市 依旧常年发生战争 我没想到自己的导师竟然是幽暗之城的城主 原来丹尼尔也是刚上任部族班 因此知道的人比较少 也正是靠着城主头衔对他的实力加长 他才能有机会突破至领地 进入城池之后 一群骷髅士兵也是急忙出来迎接 其中还有副城主 是一只黄金罢的亡灵骑士 坎特 虽说倒是一个暗金级和一个黄金级罢 但光明阵营全线压境 以光明阵营NPC的实力 也许这里将成为第一个被攻陷的一级组成 于是我询问丹尼尔 这个城市离光明势力这么紧 难道你就不慌吗 丹尼尔却是表示自己是亡灵法师 死亡对他而言并不可怕 难得当一次城主 也算是死而无憾 这话说的 你不怕死 我还没活够呢 丹尼尔也看出了我的心思 于是解释道 严格来讲亡灵法师并不属于黑暗阵营 所以黑暗阵营的高层 对亡灵法师同样抱有几分紧 他们并不希望亡灵天灾的恐怖再次生命 天恒大陆上所有还活着的生物都畏惧着亡灵 并且极度排斥 所以他注定会死 但他已经在这片城池内得到自己想要 接下来只要达成自己的目标 死亡对他而言并不可怕 而且在一切发生之前 身为城主的他还能给我一些不错的好处 在光明与黑暗两大阵营的战争 即将拉开帷幕之情 作为城主恰好可以获得许多让我成长的资源 文言我倒是有些吃惊 没想到我莫名其妙的便宜败事 他还能这般真诚的教导我 这到底是真人还是NPC 紧接着丹尼尔便向我发布了清理野蜀的任务 此时我的首要任务便是尽快成长起来 毕竟黑暗见识在光明阵营内恶极斑斑 一旦进入强者事业 我就会失去成长机 但出了城之后我才发现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魔化野蜀从哪里找到 于是便询问一位逛街的骷髅 小哥 魔化野蜀哪里多 没想到对方却是双手插腰愤怒的吼道 人家明明是女孩子 你怎么叫我小哥 我也是罪了 你这一副骷髅嫁 我怎么看得出是男是女 但小骷髅还是友好的告诉我 幽暗之城南边 那里的魔化野蜀特别聚集 说着说着竟然开始扭捏起来 原来那些野蜀总是喜欢往他的身体里走 所以他觉得特别对不起自己的男朋友 片刻之后我便来到魔化野蜀的聚集地 只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而且等级和伤害还都不低 一旦招惹一只老鼠的仇恨 至少会有一百多头魔化野蜀七七进攻 就在我思考如何下手之时 这群野蜀竟然全都四散跑开了 这时系统也发来提示 原来是魔化野蜀凭借本能 发现了我体内隐藏的邪恶气息 既然这样 那么这些野蜀对我就没有任何威胁 于是我便开始狂乱斩杀 直到我杀了两个小时后 才勉强爆出一个装备 但对野蜀的大肆杀戮也引起了白银击暴 魔化蜀王的粪负 紧接着一只犹如小山一般的巨大蜀王出现 虽然防御一百 但那攻击蜀性蜀是猛的一趟步 不过这手杀白银击暴的好处 我可不打算再让别人给抢了 于是果断发起进攻先发制人 邪恶践踏的压制效果却仅有0.2秒 下一秒我便被蜀王一口咬得上去 虽然对我造成大量伤害 但好在我有称号加成 不然还真打不过 于是在磕了一瓶恢复药水之后 我便继续开始一直揪他 直到一个小时后 对方终于被我磨掉了一半的血涨 一般情况下 生命值降至一半 肯定会有技能药法 果然只见蜀王发出了滋滋的叫声号 无数野蜀从地底爬了出来将我包围 这我哪能放过 爽完了就想跑 于是急忙拽住蜀王的尾巴跟了下去 随着蜀王不断地向地底钻去 终于在一处地下洞穴停了下 同时一块超大的紫色金石映入眼泥 竟然是紫电宝石 与此同时我吃惊地发现 蜀王的血量竟然快要回满了 同时一补紫色能量猛地进入我的体内 竟然将我的全属性提升了1000% 我终于迎来了天赋试炼 不仅出现了暗金级Boss一诱 甚至还有恐怖的仙级Boss 水麒麟 就在刚刚我追击野蜀王来到一处地下洞穴 结果因为受到里面紫电宝石的罩声 我体内的邪恶力量被短暂击发 全属性竟然增加了1000%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也足够我解决眼前的白银级Boss 只是一个罩门 魔化蜀王便被我轻松秒杀 不仅获得大量经验升到了19级 还获得了S级稀有道具眷顶之能 效果是可以使B级及B级以下任意技能无条件提升一级 就在我打算查看鼠王爆了什么装备的时候 系统传来提示 我的天赋试炼即将在三分钟后开启 我没想到幸福竟然来得这么突然 要知道天赋试炼是唯一有机会 提升获取的天赋的级别的途径 为了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天赋 我毫不犹豫地将刚才得到的稀有道具使用 将自己的B级黑暗剑术提升为了极杀戮之术 没想到这技能升级后简直强的离本 让我的攻击力直接翻了一倍 与此同时我发现眼前的紫电宝石 居然也变成了一种道具 除去刚才使用的一次还有两次使用机会 可以让我短时间内实力暴散 只是可惜这种道具无法带入天赋试炼中 紧接着倒计时开始 十秒后我便被传送到试炼之地 系统提示我只要在十分钟内击杀敌人 就可获取C级到D级的天赋 若失败则为D 而这第一关的敌人 竟然只是一只一级的普通野兔 这属性比起史莱姆还不如 我一脚便轻松解决 最后出现一只骷髅怪 成功击杀便可获得必到地级的天赋 而我的等级也被短暂压制在十级 很显然 在试炼中双方至少在等级方面还是很平等 结果依旧被我一拳轻松击杀 我倒要看看 有隐藏职业的加成 最终我会拿到什么级别的天赋 紧接着出现的是一只二十级的魔化野兔 这种连boss都不是的普通野兔 对我来说根本就造不成任何危险 在躲过对方的攻击后 我找准机会出手 只是一拳便结束战斗 到目前为止还算简单 接下来出现了一只人形宝 虽然是多用了两个回合 但依旧是被我轻松拿下 同时我的天赋范围已经提升至S到B级 接下来就是SS级别的天赋 系统此时却是提示如果击杀成功 天赋范围将提升为S到B级 原来前面的挑战仅仅是提高天赋的上限 而接下来挑战则是提高下限 紧接着一只暗金级boss一诱五出现 虽然等级只有一级 但这次肯定不能小雪 与此同时我的等级也暂时提升至四世级 这样的话我还是有与其一战的能力 只见紫衣又补大吼一声 随后猛地朝我扑了滚 我直接就是S级技能战争践踩了上去 紧接着就是一顿输出 然而下一秒天空出现一道紫色雷电 随后猛地朝我劈了下 正是紫衣又补的技能 雷杰之城 好在我现在的血条够后 硬是扛着这一击继续攻击 片刻之后终于是将其击杀 而且还获得了五点自由属性 我毫不犹豫地全加在了攻击上 就在这时周围出现大量的水气 下一秒一只浑身被水包裹 竟然是先级boss 水麒麟 这玩得有点大 这比上一阶段的暗金 极高了太多次 期间最少跨越零级 地级 天级三个级别 尽管我的等级提升至五十级 但面对一级的先级boss 它的属性依旧处于下方 更别说技能方面了 简直被彻底碾压 而且最后一个技能 甚至带来的镜子 什么意思 一级的水麒麟 就学会放进周围 只见水麒麟一张 一道水元素攻击便朝我飞来 虽然我勉强躲得过去 但依旧不可避免被波及到 而水麒麟这个技能的效果更加宝 竟然能使自身为中心的 半径30米范围内 所有地方单位移动速度 和攻击速度降低百分之五十 持续时间更是长达恐怖的十秒 也就在这时水麒麟再次扑了手 一把便将我按在地上摩擦 但就是这单纯的普通攻击 竟然就让我掉了四分之一的血 下一秒水麒麟口中开始凝聚明亮 此刻被控制住的我却没有一点半 既然如此 那我也只能玩一秒 只见我猛地深吸一口 随后一口万年老潭 便吐进了水麒麟口堆 对方立刻一个闪身退了下去 随后便是一阵呸呸呸 水麒麟没想到我会这么危险 随机系统传来提示 水麒麟对我的仇恨值瞬间增加一千 随着周围越来越多的水元素出现 他即将释放自己的大招 近海洋领域 更多精彩下载快看漫画IP 搜索亡灵剑士 看原漫画更精彩哦 完了完了 先集Boss水麒麟路了 竟然要释放静咒技能 很可能我直接就会被秒杀了呀 在这恐怖的压力下 我体内的邪恶力量终于是抑制不住要爆发 我竟然在战斗中激发了黑暗剑士的潜力 领悟S级技能黑暗轮回 而这个技能的效果确实也没有让我失望 五分钟之内全属性提升50% 但代价是使用后等级降低10级 虽然伤敌1000自损800 但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神级 毕竟等级可以再升 加入黑暗阵营的我命可就只有一点 死一次几乎等于毁号 伴随着我身上不断涌出的黑暗之力 水麒麟不禁动容 好邪恶的力量 你究竟是谁 我同样惊讶于对方竟然还能口吐人眼 不过你认输 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水麒麟自然不会答应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我抬脚就是一招邪恶剑塔 压制对方0.5秒的同时不断攻击着对方 水麒麟见状再次惊呼 他没想到我竟然还会早已失传已久的邪恶剑塔 眼看我越战越勇 水麒麟也打算不再保留 静咒技能海洋领域终于是释放了处 处于领域内部的所有敌方单位 将受到越来越强大的海洋深生物的攻击 持续时间三分钟 虽然我不知道所谓的海洋生物是什么 但我知道现在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就在这时一条水元素化成的毒蛇猛的朝我袭来 这个我还是可以承受得住 刚想再次发起进攻 双脚竟然再次被一条舌头缠绕 竟然是一只水元素蛤蟆 我强行挣脱之后直接就骑在了水麒麟的背上 此时他的血条已经只剩一半 大哥你就死一下吧 哪只水麒麟直接暴动 我也那么了 明明是一只祥瑞 这一头为啥这么好战 对方却是直接对我展开嘲讽 作为冒险者 竟然使出如此卑劣的手段 我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聊天终结者 本来只是为了让水麒麟分心 而不去再次使用其他技能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加尔 保持冷静 对付敌人不能失去冷却 注意有些技能的冷却已经完毕 我没想到居然还有原住民在偷看天赋实验 于是我急忙开口继续捣乱 光天化日之下 此人就这么看着我降服水麒麟 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估计平日里特别喜欢做偷偷摸摸的勾当 文言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加尔 咱们别听他的 水麒麟也是反应过来 随即便打算释放其他技能 结果却被我再次使用邪恶剑塔将其打断 同时再次趁机挥出几拳 水麒麟的血量也终于是降到只剩10% 眼看在对方静咒的领域内 一头巨大的水元素杀于朝我仰卖 但水麒麟此时也已经到了冰死边缘 随着我最后一拳的轰出 所有水元素包括水麒麟全部消失 与此同时系统也传来提示 恭喜您达成条件 天赋过去算为提升至A-SOLIT 终于到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候 千万要出S级啊